各位听众,欢迎回来今天8月7日,周日版国际大棋局 现在很肯称大家,我们一台二台都要订阅 另外一定要按赞一下给like 因为我们目前就是面对最大的困难 这个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台长,今天的平台是怎样? 今天也有很多东西讲,真是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天天都不缺话题 多到我们要筛选 有些稍微迟少,不是那么急的 我们可能就退后到明天或者后天 今天第一件事就是立秋,不是立秋 事日立秋,虽然天气仍然是湿湿的 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了,有些师傅说过的 到了立秋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记得了,有些师傅说过 到立秋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记得了,有些师傅说过 这个普京就会倒闭的了 那看一下这句这样的预言准不准 那待会第二节我们也会提一提普京的 那当然啦,今天呢 就都叫做一个好消息了,好消息是什么呢? 不知道是一个两个 其一呢就是阿Mo,这位的武道员呢,他就醒了 那我相信他应该脱离了那个危台阶段的了 那即是醒了之后呢,他还可以简单的对话的 那我相信呢,这个是一个大家的 其中一个因素呢就是大家集气的结果啦 那当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就是那个医院方面,那个医生方面呢 我会看到的面称的 lá vamosla 就是不可能应该找一次的 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积聚的 那很重要的,只可以每å 在印�妹的新的时候呢 那那igon 这就呢 那3收到了? есте… 这种 succeeded 我希望我们有一个这样子 Seg �-Avada 大家都说的,可以不经历的 這個舞蹈藝園這個崗位 這個是我們衷心的期望 另外一個叫做好消息 又不可以叫做真是好消息 就是派了消費券 但是是二千元 有些人就說二千元搭車都不夠了 這個也是的了 香港的交通費都是越來越貴 就是你如果搭乘車都坐底來來回回都幾十元 都越住遠一點更麻煩 但是香港的交通畢竟都是比較快捷的 這個也都不可否認的 但是二千元是今時今日 你說扣不扣成一個刺激消費呢 我告訴你一定不行了 當然我自己也有用了 我用的原因就很簡單 這些錢是我自己的嘛 我拿回來用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呢 就不是政府恩賜的 不要說政府黃恩大赦開倉震災 其實就不是的 這些錢從來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喜歡怎麼用呢 就怎麼用 現在就好像老人家阿尿那樣 然後放下遊庭下放下遊庭下 很不過癮 總之收這筆錢 你一次過給一批東西 可以買這件買那件 你現在逐次逐次給 我都不知道買到哪件好 所以基本上不夠買東西的 只能夠說平常日常的用途 比如出去吃飯 如果那間餐廳 茶餐廳收這個百特通的 就用百特通的 其他超級市場買的東西 只是這樣 你買一點貴的東西都不行的 這個就是什麼 不可以叫做真正正好消息 但是好過沒有 始終只有那句 有二千元都好過沒有二千元 其他的就陸陸做派 然後派一千又再派二千 真的令人非常之不過癮 第三件事就簡單提一提 今天也看到要劉淑賢去講 就是那個制裁佩洛西那裡 但是都是跟昨天我們那個說法 都沒有什麼分別了 就是不是他跟我們說一樣的 而是說 我們昨天也指出過一個問題 就是你怎麼制裁佩洛西 和他直屬殺人的具體措施呢 是不是 不讓他用人民拜 不讓他開香港戶口 不讓他來香港 這些很大的懲罰來的 今天有人問他的孫子 制裁你喔 你有什麼看法 他說沒有什麼 我最多不用 就是不讓我 在那個抖音那裡開戶口 有個戶口 就是他講話而已 然後說我都沒有這個 我沒有口 我想其中一個很嚴重的制裁 就是不讓他用抖音 這個是很嚴重的制裁來的 但是為什麼我要提一提 葉劉淑儀呢 我就覺得 其他 現在找了他做這個行政會議 接集人呢 他最近出了很多聲音 很多話說 講多話比李家超 那我相信呢 這個也是一個事前的協議來的 就是如果以前 譬如是陳志思 很低調的 那他賣相也很好 就是這個公子 有識泰文 又有銀行那個家底 那是很好的 但是很奇怪 他又不是說那麼多話 可能他要保持那個形象 因為你知道上任的政府 煞氣騰騰 那他也不是這樣的 那當然其實葉劉淑儀都在那裡 但是相對比較低調 但是都套了很多 就是都很多埋怨 或者很多批評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他就 相當之不順這位 就是前度這位毒蛾 這隻毒蛾 那有他的原因的 就是真的我相信 有很多在行政會裡面 都覺得 就是上一任的特區政府 獨斷獨行 很多事情其實就是一個人的意志 都不可以那個人 就是不可以說那個人 那個物體的意志 那結果就搞成這樣了 我們前天都說過了 他搞到香港就 都算數了 幾百萬人 那現在不是嘛 搞到世界大亂了嘛 世界大亂這個不是誇張的 你又搞到 如果不是那個逃犯條例 你又不會搞到 這個韓國瑜 這個選舉失敗 蔡英文其實在這個之前 其實已經輸了 當時坐定套路 韓國瑜 如果他肯選的話 他一定會贏 但是你沒有厘頭 就做了一個圖案條例出來 搞到整件事就禍了 然後後面那些事 正如英文所說 全部都是歷史 我們又不需要多說 那你計算一條數呢 就是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第二節會說 就是這個 就是跟著 除了那個海峽軍演之外 跟著未來的十天 就是黃海和渤海的實彈演習了 你搞到現在有美國和中國 是扎馬的 就是這些數一定要計的 將來 那葉劉淑儀他去 現在做行政會議 高調這麼多呢 那有他的原因在 我們之前也提過了 就是他 就是自從二十三條以來 是不是 他真的是 就是那時候真的打頭陣的 後面那些老猛棟都縮在二國 那他打頭陣之後 就招頭爛額了 跟著去了這個士丹波大學 跟著這個Larry Diamond 這位美國的民主制度的學者 就是讀了所謂的學費回來 跟著就叫做過冷學 回來又繼續這樣 那他是建制派又毫無疑問 但是他似乎如果跟他說的話 他是比較有一個 就是地緣政治的角度 如果你看《明報》他寫的專欄 就是現在在那個富汗那裡 他有一個 就是 他不是也是寫 還有蔡子強 還有其他 不知道另外是誰 就是加起來 就是可能三個人寫 寫一個欄 但是他寫的那些都是國際的政治來的 這幾天他批評英國的手上不是民選 應該這麼說 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這個制度我們就無需去長家討論 但是起碼他講到這些事情 那我就由他講佩洛西 就是和美國之間的制裁 就是對美國的制裁 真的比較像樣一點 如果這些事情出自李家超的口 就是不要說他表達那個能力 有時候講話 就是 講錯 有時候就 就是 詞不達意 那基本上就是那個中文的運用 就相當之水皮的 尤其是你看他真的 他自己寫了些文 真的不行的 原因很簡單 那個歷練不在那裡 他來查案的 查案的很清楚 其實大家如果不知道 就應該看最近跟我推薦那部電影 就是神探大戰 有些人就點出了 這部電影和李家超之間的關係 我現在買個關子 大家想一想 跟著再查一查 你就知道 但是anyway就是 現在又交由 嚴劉淑儀來講 那麽就 喂 順暢很多 我不是說他好還是不好 我不是說他真的 那樣東西 就是跟我們的看法一不一致 我覺得這個不重要 反正就不可能一致 反正都不可以 但是某些問題 起碼那個facts 就是那個事實 那個角度 都是比較 比較成熟少少的 如果你說繼續由李家超 或者鄧炳強去講 我覺得整件事很搞笑得票 譬如你之前鄧炳強 那時候可能有 有機會選特首 不是選 有機會被陰怎麼做特首 他說他真的說房屋問題 那我覺得很搞笑 你說房屋問題 你真是 是一個笑話來的 那現在李家超低調了 那他低調我相信有些原因 有些事情你真的 你真的不是那個 譬如他舉個例 譬如這個紅黃馬的問題 太了Q了 他要出來交代一下 大哥 你說明上個星期五交代 就是交代的嘛 那你現在 可以暫時說 技術上搞不定 那是不是純粹技術上呢 還是一直衝動 就是現在那個 眼力可以暫時說 幫助它所令人可以我們 如果他幫助сыл 或者李艋中的 或者還有一個 小鈴鐺 allergy 也是像得比 他很棒 尖任 他曾國基 大家以為他是隱形的 這個隱形也是隱形的 為什麼呢? 他做的那些事情 其實我懷疑都是比較機密一點 你都不是一個出來可以做發現人 或者去交代能言善變 交代了所有東西的人物來 與其是這樣 倒不如回到一個 就是姚劉淑儀 說話就比較遲養一些 這個已經牽涉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姚劉淑儀 他都是有這樣的資歷 都是AO出身 做過這麼多部門 為什麼他總是做極 他這麼想做特首都做不到呢? 我們從原學角度 他的命不是做這件事 他的命本身生成就做不到的 做不到就算了 可能是好事 不是一定是壞事 可能是好笑來的 但是我相信另一個因素 就是他跟外國勢力的外部勢力的關係 在23條之後 你就走了去斯坦福大學 讀政治 還要跟著著著名的專研究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的學者 就是Larry Diamond 順帶一提 Larry Diamond那時候來過香港的 我都親身去過中大聽他的演說 不是有什麼特別珍知卓健的 但是名牌 始終是有Diamond這個字 鑽石這個字造星 多有名牌呢? 是吧? 我覺得葉劉淑儀 如果他錯就錯了這句 他港英出身已經有些問題了 但是沒有所謂 現在都AO 始終你都要他 但是你跟著還跑去美國 美國讀書 你跟外部勢力有聯繫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他做不到呢? 除了他命水之外 可能就是他一直跟外部勢力有關係 而導致這件事 這個要問一問他才知道 但是這個都是人算不如天算的 當時他推入三條街頭爛額 爛額 然後不幹 他都不知道回來之後有什麼幹 順便在那裡讀書讀一下 怎麼知道回來 都還有一幹 所以今天這個地步 那這個就是我的預測 就是跟著下來 最多話說的這個高官 就是這些政府的人員 就是要劉淑儀 不是李家超 也不是陳國基 那這個是我的預測 那今天呢 有些什麼重大的新聞呢? 那我想其中一件事最重大的就是 這個溫藥疾 那這件事本身很奇怪的 藥疾就不是我們自己本身土產的風土病來的 那從何而來呢 今天來到這個火之神 阿朗哥和鄧衛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長的牛扒呢? 台長西亞牛扒 那我要介紹一下這個菜式有什麼特別之處 第一件事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這麼滑的牛扒 雞蛋牛扒 雞蛋牛扒 然後這邊有腐蝦 還有這道蛋呢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澱粉質的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麵士湯 那這道菜真的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那大家看 接下來 一定要點這道菜 台長西亞牛扒 多謝大家 支持廣角 和支持楊錦陳鋒的生意 和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章頻道